第1441章指点迷津 混沌系列体制 就算是放在神界 都是一种极其强大的体制 修炼到极致 化作混沌神体 可以掌控混沌之力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 都绝世无双 更重要的是 混沌系列体制 可以承载多条大道 拥有融合万道的能力 可以说 道无痕的天赋与潜力 其实一点也不逊色王腾 只不过道无痕并未能挖掘出 混沌道体的真正潜力 否则的话 当初道无痕也不至于 惨败在王腾手上 王腾没有杀他 而是将其收服 就是打算将其培养起来 如果是换作其他人 就算是上古失利天玄圣地 也只能将道无痕培养 到如今这种程度而已 因为他们都混沌道体的了解有限 更重要的是 他们无法帮助道无痕 掌控更多的大道 但王腾对混沌道体 却是无比的了解 同时可以让其掌控更多的大道 挖掘出他更大的潜力 对于自己人 王腾从来不会吝啬 因为他们的实力越强 对他的帮助也就越强 看着道无痕 王腾开口说道 无痕 你乃是混沌道体 乃是世间最强一系列体制之一 不过你对混沌道体的理解 太少了 对混沌道体的挖掘 也还远远不够 未能发挥出混沌道体真正的潜力 若你能进一步挖掘出混沌道体的潜力 你的实力将会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我对混沌道体 有所了解 说话间 王腾直接将诸多关于混沌道体的各种心秘 直接传给了道无痕 这些心秘流传于神界 在神荒大陆这个下界 鲜有人知 当王腾将关于混沌道体的诸多信息 传入到无痕的实海之中 到无痕某子当中顿时迸发出赤胜的光芒 眼神终满是惊骇与震撼 他看向王腾 心中充满不可思议 没想到王腾对于混沌道体的了解 竟然如此深刻 诸多关于混沌道体的秘密 连身为混沌道体的他都不知道 而王腾却知道得清清楚楚 他脑海中 一段段信息掀起狂澜 令他激动 这些信息 乃是关于如何挖掘混沌道体的潜力 如何发挥出混沌道体的优势 以及如何将混沌道体 修炼成混沌神体等诸多足以让他受用终生的知识 对别人来说 这或许没有什么用 但对他来说 这却是无比巨大的激人与造化 为他今后的修炼指明了方向 如果没有王腾传过来的这些信息 靠他自己慢慢摸索的话 且不谈最终能否成就混沌神体 就算能 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 耗费多少时间 此刻 道无痕心中激动的无意复加 心中对王腾的芥蒂 也消散许多连忙冲着王腾感激道 多谢公子恩赐造化 指点迷津 王腾摆了白手 神情平淡道 你既然追随我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 事实上 除了这些 我还为你准备了另外一桩机缘 说话之间 王腾将手一翻 直接取了三枚大稻果实出来 每一枚大稻果实 都晶莹剔透 道运浓厚 一看就不是凡物 这事 不只是道无痕 灵霄大地 以及一位无成也都面露精力之色 感觉到了这些大稻果实之中 蕴藏的道运 这是大稻果实 当中蕴含大道奥妙 将其炼化之后 便可掌控其中所蕴含的大稻 王腾开口道 你是混沌道体 可以承载多条大稻 这大稻果实 便是我为你准备的机缘造化 等到你将这些大稻果实炼化 鉴石数道合一 你的实力 潜力 都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王腾向其解释道 他并未吝啬这些大稻果实 现在世界树已经凝结出了81颗成熟的大稻果实 此外还有诸多尚未成熟的果实 鉴在世界树上所凝结的这些成熟的大稻果实 可以说是多得用不完 不过现在道无痕的混沌道体开发程度还不够 还不能承载太多的大稻 所以王腾只给了道无痕三枚大稻果实 大稻果实 听到王腾的话 道无痕 灵霄大帝以及为无成都纷纷吃惊 尤其是听到王腾说只要将其炼化 便可掌握其中蕴含的大稻 便更加震惊了 有着这样的珍宝 岂不是说 可以很轻松的就能培养出一批顶尖的天才高手 是坚竟然有这等一果 连我都不曾听闻过 公子 这大稻果实 你是从何而来 灵霄大帝都忍不住惊叹 王腾却没有过多解释 这些东西 你们无需知道 无痕 我可是对你抱有厚望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王腾看着道无痕道 他目光悠悠 当中略显深邃 不管是朱棣时代那种足以媲美神界 甚至完善后 甚至可能比神界的道语法更强的古法 还是现在王腾不断的招收麾下 追随者 进行培养 其最终的目的 都是为了将来杀入神界做准备 道无痕看着浮在自己面前的三枚大道果实 眼神顿时变幻不定 最后深吸口气 冲着王腾深一拜道 道无痕曾参与追杀公子 没想到公子不计前嫌 毫无戒递 并赐下如此机缘造化 无痕在此历世 绝不辜负公子厚望 愿为公子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道无痕深知这种大道果实 究竟有多珍贵 也深知这大道果实 对他有多宠要 如此珍贵的异果 王腾竟然都舍得恩赐给他 丝毫不在意他以前曾参与追杀他的旧事 这份心胸气度便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 一般人即便你最终投诚于他 对方也绝不可能坦然的忘记你们此前的恩怨 心中定会有芥蒂 但此刻他才刚刚臣服王腾而已 王腾便直接毫无芥蒂的将他是做自己人 不但传授他修炼混沌神体的办法 还赐给他大道果实这般其真意果 并且直接救十三枚 所谓亏一般而知全报 从这一点 足以让他们感受到王腾的气度 以及对自己人的大方 不只是道无痕 灵霄大帝 已经为无成二人此刻也不禁暗中动容 对于道无痕的感激 王腾只是一笑置之 第1442章轩然大波 替魏无成解了封印神环 王腾冲着灵霄大帝与魏无成交代了一句 楚皇 魏无成 接下来我将必关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你们便替我坐镇神猛 两人纷纷拱手应诺 随即王腾也没有再耽搁 进入后山的一座修炼秘境中 催动了时间阵法 开始闭关 一块块神经 一株株顶尖的圣药 甚至还有神药 还有无数其他的各种顶级修炼资源 根本数不清 王腾从来不会吝啬修炼资源的消耗 直接将各种顶尖的修炼资源 堆成了几座小山 环绕在周身 随即 太古神魔爵运转 本源秘术进行辅助修行 顿时之间 时间阵法中 立即就掀起了一股股强烈的灵机风暴 天地灵精狂涌 发疯一般朝着王腾的身体之中汹涌而去 王腾盘坐在风暴的中心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来 浮现出一个个漩涡 疯狂地吞噬着那浓厚且精纯无比的灵气精华 其体内 十二条经脉发光 以及其恐怖的速度 迅速地转化着吞噬进入身体中的那些灵气 将其凝炼转化成法力 一遍一遍流淌全身 进行精炼 最终才归入法力海中 他的修为 也开始缓缓提升着 同时 赤玲龙蛇与先天之龙 也跟随着王腾一并闭关修行 两者皆通体精盈 身上浮现出一道道归美的精灰 吞噬炼化着各种顶级修炼资源 冲击准地境界 东灵山 也随着王腾等人的相继闭关 而平静了许多 而外界 此刻却是已经彻底沸腾了起来 灵霄大帝与王腾同境界一战 败于王腾之首 最终臣服王腾 成为王腾追随者的消息 犹如飓风一般 迅速席卷了整个东荒 这个消息 犹如惊雷一般 令所有人震惊 这怎么可能 灵霄大帝早已正得大道果位 比喻深不可测 即便是同境界一战 也当纵横无敌于天下 怎么会败在王腾手中 荒谬 太荒谬了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传大帝的谣 灵霄大帝堂堂大帝境界的强者 威压八方 岂会追随他人 而且 还是一个出入至圣境界的小被修士 简直不知所谓 当消息刚刚传开的时候 不少人都感到荒谬 认为是谣言 堂堂地道强者 毅力当是武道之巅的存在 又岂会追随他人 而且 还是追随一个不过至圣初期的小被修士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 认为这是谣言 然而 当日跟随着灵霄大帝身后 前往极东之地观望了那一战的人实在不少 各方势力皆有强者在场 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况 当他们纷纷出面 为此作证 立即令得东荒风向转变 因为各方势力的这些强者身份地位都不低 来自东荒各大顶尖势力 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外遇强者 如他们这样身份的人 又岂敢散播大帝的谣言 讲要被灭族不成 所以这多半并非谣言 而是事实 各大顶尖势力的强者不可能散播大帝的谣言 那很可能是事实 灵霄大帝当真与那王腾同境界下一战落败了吗 并且成了王腾的追随者 我还是感觉太梦幻了 灵霄大帝贵为大帝 竟然会追随王腾 那王腾不过出入至圣境界而已 何得何能让一个大帝臣服 东荒 不少修士唏嘘 觉得如至梦幻一般 太不真实 而那些与王腾有着仇怨的顶尖势力 则是全都仇云惨淡 因为他们各方势力 亲眼目睹了灵霄大帝 臣服王腾的那些强者归来 带回了王腾的话 让他们准备好买命前 不久后王腾将亲自登门收取 这是赤果果的威胁 因为明显 便是要与他们进行清算 原本 得知王腾此前竟然杀入上古楚家 在楚家大开杀戒 最后夺走上古楚家沉淀 无尽岁月的宝库万古宝塔的时候 各方势力便惊心不已 因为王腾在上古楚家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便已经足以威胁到他们各方势力了 而现在 王腾收服了灵霄大帝 有一尊大帝境界的强者 作为追随者 一旦王腾真的杀来 他们各方势力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 讲不到此此竟然妖孽至此 短短时间竟然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竟然连灵霄大帝在同境界下都不是他的对手 败在了他的手上 但是他一人 如今便已经足以威胁到我们 若是再加上灵霄大帝 如今东荒 还有谁能制裁得了他 各方势力的掌权人 皆不由得到吸一口凉气 眼角忍不住的冲动 心中感到不安 压力山大 早知道此此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当初我等便不该去招惹他了 现在被此人惦记上 我们只怕要有大麻烦了 有人摇头道 此前 王腾实力低微之时 他们根本不将其放在心上 随意拿捏欺压 但此一时比一时 现在的王腾 已然今非昔比 不但自身实力大涨 可以纵横准地境界 连上古楚家都被他攻破 强行夺走万古宝塔 如今还有灵霄大帝追随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他们可以拿捏的软柿子了 跟他有仇怨的 可不只是我们这些人 上古其家 以及天玄圣地 同样与之恩怨不浅 王腾此前已然与楚家清算 按照此此牙字必报的性子 必定不会放过上古其家 与天玄圣地 若上古其家与天玄圣地 这两大上古势力能够联手 未必压制不住那王腾 有人沉吟道 上古其家与天玄圣地 这两大上古势力 都有大帝境界的强者坐镇 若是两帝联手 即便是王腾现在有灵霄大帝 追随左右 也不可能挡得住两位大帝联手 此外 朱蒂已经破解了 陨神之地中的神秘物矮 如今正在联手推演招魂隐之术 将要唤醒陨神之地中 朱蒂时代的强者 若是顺利 我们朱蒂时代的先贤 或许将会一并回归 一旦我们朱蒂时代的先贤归来 那王腾便将不足为律 第1443章 今夕和年 上古其家的飞鸿大帝 以及天玄圣地的吴维大帝 得知灵霄大帝同境界 一战败在王腾手中 且成为王腾追随者的消息 也是不由得纷纷吃了一惊 楚皇成帝已久 底蕴深厚 对大道 神通的理解 绝非至圣修是能够比拟 即便是压制了修为 同境界下 也当可以纵横无敌 竟然会败在那王腾手上 那王腾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妖孽至此 飞鸿大帝金义 对这个消息感到不可置信 但他知道 各方势力的强者 应该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传谣 不然将会承受大帝的怒火 后果很严重 而且 灵霄大帝当日杀去东灵山 到现在都没有归来 这也几乎可以证实 外面的传言多半为真 楚皇好歹是大帝 同境界败在那王腾手中也就算了 竟然还臣服于那王腾 成了其追随者 犹辱大帝威严 地道耻辱 无为大帝冷亨 对于灵霄大帝败在王腾手中 并且还臣服追随王腾的事情 感到不愤 并且恼怒 觉得灵霄大帝此举 是在为同为大帝的他们抹黑 辱没了大帝境界强者的威严 只是 恼怒归恼怒 不论是飞鸿大帝还是无为大帝 此刻心中都有一些隐忧 担心王腾什么时候会杀入他们 上古齐家与天玄圣地来进行清算 楚家所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心中警惕 对王腾也有了一些了解 在他们的印象中 王腾可谓是无法无天 当初敢闯入楚家大开杀戒 与楚家清算恩怨 并且还将楚家的万古 宝塔整个搬走 这般肆无忌惮 如今有了灵霄大帝追随其右 难保王腾不会再杀入他们 上古齐家与天玄圣地 而上古楚家得知自家大帝前去追击王腾 最终不但没能追回宝库 反而还成了王腾的追随者 楚家家族楚天歌 以及楚家残存的一干长老 顿时纷纷两眼一黑 差点一头昏倒过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大帝啊 你大帝之躯 怎能臣服于人啊 楚天歌悲呼 最终急火攻心 扑得喷出一大口鲜血 这一次 楚家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彻底栽了 家主 家主 楚家众长老顿时纷纷惊呼 王腾 王腾 当初我楚家为何要去招惹他啊 楚天歌脸色苍白 此刻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悲呼 隐神之地 朱棣强者得知消息后 也都不禁动容 不少人冷笑着摇头 楚皇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堂堂一带大帝 竟然连一个小辈楼以都镇压不住 反而沦落成其追随者 楚皇此举的确出人意料 不过那王腾道也引人侧目 小小年纪 便有如此成就 连楚皇都栽在他的手上 此此不简单啊 有大帝沉吟道 虽然吃惊凌霄大帝竟然会沦落成王腾的追随者 但更让其动容于在意的 却是王腾 年纪轻轻就有至圣境界的修为 并且有如此手段 令楚皇都栽在其手中 如此人物 实在非同小可 便使他们都不容忽视 哪怕王腾现在在他们面前 修为低微了一些 但是却也不容忽视 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不错 那王腾能够令楚皇臣服 的确值得留意 此子如今不过至圣修为 就有如此手段 可谓潜力无穷 天资无双 有大帝附和道 天资高又能如何 能比得过朱棣时代的天才吗 那此前嘲笑楚皇的红叶大帝冷笑道 等到我们此番成功皆引回朱棣时代的声明 令朱棣时代再现 当时的这些天才在他们面前 又算得了什么 时间如梭一晃便是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三个月中 东荒关于灵霄大帝臣服王腾所掀起的风波 已经渐渐平息 但却有新的风波出现 各大于越来越多的强者因此涌入东荒 因为 允神之地中传出消息 朱棣联手推演招魂隐之术 已经趋于完善 并且 已经有大帝进入允神之地 却拿了一些朱棣时代的生灵 以招魂隐之术 成功唤醒了奇迷失的神志 我回来了 我终于从混沌中归来 那名被唤醒神志的生灵 是一个年轻人 身上的服饰相当古老 朱棣强者此刻也都纷纷惊喜与激动不已 成功了 招魂隐之术 成功唤醒了他的神志 朱棣时代 将因我们再现 朱棣目光赤盛 随即朱棣压下心中的激动 赤盛的目光盯着这名年轻人 询问其身份了 我乃武行教圣子顾清风 是你们召唤回了我的意识 让我归来吗 嗯 你们身上 竟然有地道威严 你们是地道强者 那个年轻人感受到朱棣强者身上的地道威严 微微惊诧 但随即却又皱了皱眉 不对 你们身上的地道威严 怎么会这么薄弱 还有力量气息 也与地道强者不服 此外 你们身上的服饰 为何也这般陌生与古怪 还有这片天地 规则秩序也与我记忆中有有差距 忽然 他面色大变 似想到了什么 冲着朱棣询问 如今是哪一年 听到顾清风的话 朱棣大地神情动容 有人开口道 而今乃是地允力 一百八十一万年 距离你西年所在的朱棣时代 已经过去一百八十一万年有余 顾清风文言顿时神情一呆 地允力一百八十一万年 我所在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吗 他张口喃喃 神情茫然 目光环视四方 打亮眼前的诸位大帝 以及如今的天地环境 最终四枯四孝道 我知一事 于混沌中沉浮 不知岁月更迭 醒时已是百万年 他感到一阵悲凉 想不到自己陷入陨神之地 一时混恶 再醒来一时百万年 匆匆而过 虽然 这百余万年的岁月 并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像是被封锁在永恒的时空中一般 但而今 却已经不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时代 此刻的他 感觉到了一种与这个时代 格格不入的陌生感 第1444章五行圣子归来 顾清风 当初陨神之地中究竟发生了何事 为何所有人都消失不见 你们都去了何处 又为何会迷失了神志 朱蒂都感受到顾清风身上的落寞 相视一眼 随即向其询问 了解当初陨神之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西年朱蒂时代闯入陨神之地中的生灵 全都未能归还 听到朱蒂的询问 顾清风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一幕幕画面 有记忆翻涌 当年 陨神之地中有无穷神经喷勃 更有各种珍贵的天才地宝 灵草宝药 遍地都是各种机缘造化 为了争夺机缘造化 所有人都杀疯了 打得天昏地暗 雪流成河 赤地千里 最后 陨神之地中 有恐怖意志复苏 是大恐怖 有大恐怖来袭 顾清风脑海中 当年的记忆翻涌 各种恐怖的画面浮现 他的语气渐渐变得激动 朱蒂从他的双眼之中 看到了惊恐之色 什么样的大恐怖 朱蒂神情凝重 进行追问 因为 他们接下来 或许将深入陨神之地 要全面唤醒朱蒂时代的生灵 希望此刻能够对陨神之地更多一些了解 以免届时触动其中禁忌 顾清风情绪激动 我不知道 没有人可以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只有强大的意识席卷了整个陨神之地 有许多人承受不住那恐怖的意识压迫 身死浑霄 我武行教也死了很多人 我的几位护道长老也死了 全都死了 最终 当那强大的意识风暴回卷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的灵魂 都遭受到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拉扯与牵引 我的意识坠落无尽深渊 沉入无尽的混沌之中 无法挣脱 说到这里 顾清风的眼中浮起一丝迷茫 他隐约觉得自己的意识沉入那混沌之中后 还曾发生一些事情 但他却无法在一起 就仿佛有关这一段的记忆 被一股无形的神秘力量强行抹除了一般 让他感到心中空落落 朱棣皱眉 看着顾清风道 只有这些吗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 我记不得了 忽然 他的神情一愣 我刚刚与你们说了什么 我好像说到什么大恐怖 诸位大帝一愣 有人目光闪烁 突然一直点在顾清风眉心 施展类似射魂术的手段 读取顾清风脑海中的记忆 随即面色变换 他的记忆竟然在迅速消退 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在强行抹除关于那无尽深渊与混沌的信息 红叶大帝心中惊疑 他察觉到顾清风脑海中 关于其提到的无尽深渊与那无尽混沌的记忆 在不断地遭到抹除 消失不见 不留痕迹 其他那些大帝文言也都吃惊 纷纷出手 最终了解到同样的情况 这令他们神情动容 心中感到惊悚 这很诡异 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有任何力量渗透 但不清风的记忆 竟然在被快速斩断 最终 有关陨神之地中那道恐怖意志降临 席卷整个陨神之地 以及之后的所有记忆 全都消失 成为空白 看来 陨神之地比我们想象之中 还要神秘与危险的多 难怪连朱棣时代的古代大帝都呈现其中 消失无踪 朱棣神情凝重 随即 朱棣又从顾清风身上 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朱棣时代所兴起的那种神秘而强大的道语法的信息 最终让顾清风离去 他所参悟的古法 虽然还不够深刻与完整 却也比我们此前所了解到的要相对完整的多 招魂隐之术的确能够唤醒朱棣时代生灵 不过我们还应该再完善一些 增加效率 最好能再进行外面施法 对陨神之地中朱棣时代的生灵进行接引 朱棣目光闪烁 从顾清风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陨神之地的信息后 他们对陨神之地也更加忌惮了 原本还打算深入陨神之地 寻找与接引那些朱棣时代的生灵 但是现在 他们打算再完善一下招魂隐之术这门秘法 希望能够在外面施法 对其进行接引 避免深入陨神之地后 引发意外 顾清风离开了陨神之地所在的区域 他乃是至圣巅峰的修为 但是体内所蕴藏的力量 却无比的恐怖与强大 随着他恢复神智 从陨神之地走出 其所在虚空 天地规则与秩序涌动 与他所掌握的古之规则秩序碰撞 最终被其同化 融合 行动之间 有各种异象浮现 两久方才平息 近两百万年岁月 天地之间的规则秩序 都已经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吗 变得如此脆弱 顾清风难难 天地规则 环境变化 与一个时代的更迭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天地之间的规则秩序 其实与当时所流行的道与法 也有着一些不可忽略的联系 左圣形的道与法越强 那么天地之间的规则秩序 也就会越强 就拿神界与凡间界来说 神界所圣形的神之道法 远远强于凡间界 所以神界的天地规则秩序 也远非凡间界的天地规则秩序 所能比拟 虚空更加稳定 不容易破坏 此刻 顾清风便清楚地感觉到 而今这神荒大陆的虚空 远远不如诸地时代那样坚固 天地规则与秩序 也相对薄弱 不如新年强大 这是道与法没落的直接表现 难怪那几尊大帝的气息 与我印象中的大地相去甚远 徒有薄弱地微 力量层次 却远不及我曾经所在 那个时代的地道强者 顾清风难难自语 就在顾清风沉吟之间 远处忽然有一道道神洪积舍而来 落到顾清风面前 所有人都神情激动 武行教第一千三百代教主 律众长老 恭迎古圣子归来 来人 赫然是武行教一众高层 武行教当代教主 亲自带着诸位长老 从中周远赴东荒 赶来迎接顾清风 原来我武行教 还有传承未曾断绝吗 顾清风目光落在眼前 武行教的众人身上 可惜 都不曾掌握呼吸法 修为虽然不错 但力量层次却视弱了一些 呼吸法 这是他的那个时代 对那门强大的法的教法 当时则是称呼其为古法 亦或者古之规则秩序 第1445章古法之威 武行教朱棣时代的最后一位圣子 顾清风的归来 立即震动整个东荒 甚至是神荒大陆 他的回归 意味着朱棣时代或许将在不久的将来 彻底降临 各方势力都开始布置手段 无数势力涌入东荒 准备迎接朱棣时代的新贤回归 朱棣时代之后 这一世竟然已经没落至此吗 姑息法几乎彻底消失 只剩下灵芯的碎片 当时修士所修行的道语法 未免太薄弱 顾清风摇头 发现当代修士所掌握的力量 实在太弱 与境界严重不符 在顾清风回归后 有不少来自清蒙殿的地榜天骄现身 向顾清风进行挑战 想要掂量这个朱棣时代的天骄 是否真如古籍记载之中那般强大 你们太弱了 不是我的对手 面对眼前几名来自清蒙殿的地榜天骄 顾清风并没有与他们大战的兴趣 尚未交手 他已经感受到了对方身上的力量波动 传说朱棣时代有一种神秘的道语法 乃是朱棣时代辉煌的根本 我们想要看看这传说中的道语法 是否真有那么厉害 还请顾道友不要让我们失望 地榜排名第一的天骄 许川客开口道 眼中有强烈的战役 其他那些天骄 也都是地榜上排名前列的存在 这些天骄也都眼神热切 基于顾清风所掌握的古法 好吧 既然如此 你们一起上巴 顾清风语气平静道 我也想要看看 当时天骄 究竟落到何等层次 曲川客等人皆为当事奇才 位列地榜之首 虽然这地榜或许有些水分 例如天玄圣地雪藏的道子道无痕 上古其家的其少渊 因为此前一直潜藏不出 便并未被列入榜中 但论资质 天赋 潜力 实力 他们绝对有资格登榜 并且在榜中占据不低的排名 如许川客等地榜中的天才 自然都心有傲气 听到顾清风如此轻蔑的话语 许川客等人不由神情一名 但没有人敢小去顾清风 关于朱棣时代的传闻 他们的了解也不少 不敢大意 既然如此 那便得罪了 众人纷纷沉喝一声 同时出手 镇压向顾清风 顾清风神情淡然 见许川客等人杀来 只翻手之间 有强大的骨质规则秩序涌动 强横的力量负压而下 哄 扑 啊 在顾清风翻手之间 许川客等人的诸般道法神通 统统溃灭于无形 强横的力量碾压在他们身上 将他们统统扫得横飞 若飞最后关头 顾清风手下留情 这些地榜中的天才 或许便在这一个照面之间 形神俱灭 你们太弱了 顾清风收手 看着横飞出去的许川客等人 围头微醋 语气之中带着几分叹息与落寞 这便是当世最强的天才吗 未免太叫人失望 顾清风眼神之中 充满失望之色 感到寂寥 他刚刚出世 从女神之地归来 却发现醒来已是百万余年匆匆而过 如今的他 所面对的一切 都感到陌生 举世之间 甚至或许连一个敌手都无法找到 这种落寞 没有人可以体会 古法 这就是朱棣时代的古法吗 竟然强大至此 曲川客等人在远处 稳住了身形 口中可血 即便顾清风后眠收手 手下留情 他们已经遭受不清的伤势 如果方才不是顾清风手下留情 他们此刻或许已经死了 顾清风摇了摇头 唯有再去看他们 与武行教的众强者继续赶路 回归中州 曲川客等人看着顾清风离去的身影 想到顾清风方才的话 却是有些不愤的冲着顾清风开口喊道 我们并非当时年轻一代中最惊艳的天才 顾清风微微顿步 顾清风 我们承认你很强 但当代修士 也并非你所想的那般弱小 当时 同样有今世天才 不逊色你们朱棣时代的天骄 曲川客开口说道 顾清风那不将当时天骄放在眼里的姿态 令他心中不愤 我 是谁 顾清风差异的回头 看向许川客 开口问道 他很希望 当时真有这样一个人 可以媲美他那个时代的天才 这样一来 若是朱棣时代其他天骄无法归来 他在这一世 也不至于太寂寞 东霖山 王腾 曲川客开口道 我记住他了 顾清风点头 希望他真有你说的那么强 随后 顾清风与武杭教的众人离去 没有再做停留 他并未立刻前往东霖山 而是默默记住了这个名字 打算先回武杭教看看 了解与熟悉一番这一世的情况 再前往东霖山拜访 允神之地外 朱棣进一步完善招魂隐之术 接下来的数日 允神之地都不见动静 东霖山 主封某个秘境中 一股股浓厚的天地灵金狂涌 完全化作了一片汪洋 将王腾 赤玲龙蛇 以及先天之龙给淹没了 时间阵法中 苍茫的灵雾化作一头头圣苍龙 不断地朝着王腾的身体之中冲去 外界虽然只是过去短短的三个多月 但是时间阵法之中 却是已经过去了足足九千多天 这九千多天的闭关修炼 王腾消耗了大量的顶尖资源 消耗的神经都有数百块之多 圣药 还有其他的修炼奇珍 同样消耗不小 利用这些顶尖资源进行修炼 不但大大提升了修炼效率 同时修炼出来的法力 也是无比的精纯 质量极高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大势力所培养出来的传人 比起那些小门小派 甚至散修 普遍要经验得多 修炼意图 天赋 资质 毅力等等 自然都无比的重要 但是修炼资源 同样是重中之重 就如同当初在荒土天元古国的时候 月灵等人 便因为武行属性的修炼资源缺乏 导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 修炼出完满的道工五脏 虽然王腾此番消耗的顶尖资源不少 但是所得到的收获 也极其惊人 此刻 他的修为赫然已经达到了至圣境界后期 正在冲击着至圣巅峰 第1446章至圣巅峰 呼啦啦 一股股浓厚的天地精气涌动 王腾体内强大的气息犹如浪潮奔涌一般 哗啦啦作响 竟然传出体外 声势浩大 震撼人心 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王腾体内的动静 方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其体内法力还再次扩张 当中的法力无比的精纯 在体内涓涓而流 循环周天 他睁开双眸 一双眸子之中有璀璨的神光泵射而出 极具穿透力 至圣巅峰了 王腾脸上浮起一丝笑容 此番闭关 虽然消耗了大量的顶级资源 但是修为也是突飞猛进 短短时间之中 其修为便从至圣初期 一举迈入了至圣巅峰 再进一步 便是准地境界了 我的根基太扎实了 尤其是肉身 修炼太古神魔爵与不灭今生 我的肉身过于强横 导致我如今所在的修为境界 所能承载的法力也更多 就连桎故都因此加厚了 突破起来 所需要耗费的力量 也超越从前 更是数倍乃至十倍于寻常修饰 若非如此 此番消耗如此多的顶级资源 只怕已经足以令我冲入准地境界了 王腾难难道 不过 修炼根基越是扎实 抵御越是雄厚 未来才能走得更远 虽然我现在突破修为境界 所需要消耗的力量远超常人 但是同时 带给我的却是远超同境界修饰的力量 王腾眸光一生辉 他仔细感应了一下自己如今的力量 有着一种绝对的掌控力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 依我现在的实力 若是在遇到楚天歌那个级别的准地巅峰 就算是不动用半步至尊道气 应该也可以从容捏杀了吧 不过 对上大地境界的强者 应该依旧还是有些差距 但至少也有了一点反抗之力 王腾估测了一番自己如今的实力 他现在的实力 依旧还不可能硬汉得了大地级别的强者 但是至少有了一点反抗之力 就算打不过 至少不至于如以往那般 面对大地级别的强者的力量压迫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不知道外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朱蒂时代的生灵 是否真的被接引回来 王腾南南道 最后 他目光之中有精华涌动 心中有着期待 希望传说中那个神荒大陆 历史上最辉煌璀璨的时代 真的可以在这一世重现 如此 他才能感受到更多的压力 才能促使他不断的变强 没有再多想 王腾继续闭关修炼了起来 但却并非是冲击准地境界 而是开始参悟万部宝塔之中 朱蒂时代的珍宝上 所残留的那些古法碎片 不久前 他才从大圣巅峰晋升到了至圣初期 而今又在这短短时间之中 从至圣初期 一举迈入至圣巅峰境界 距离准地都只有一步之遥 这样的突破 实在太过迅猛 王腾有着不小的野心 希望将每一个境界 都修炼到极致 打下一个无比坚实的基础 避免对今后的修行路埋下任何的隐患 所以 突破到至圣巅峰后 王腾便停了下来 打算巩固与沉淀一段时间 以免突破太过迅速 导致境界不稳 修为虚幅 毕竟 他的目标 可不仅仅只是准地境界 不能为了贪意识之快 而动摇根本 朱蒂时代的古法 王腾将万古宝塔之中 所有的朱蒂时代的珍宝 统统取了出来 并且 他将朱雀分身 以及真龙分身 也都一起放了出来 三者一起进行参悟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王腾碧关冲击至圣巅峰的这段时间 修罗剑的第五重封印神环 也已经被朱雀分身与真龙分身联手破解 如今的修罗剑 威势大增 已经可以媲美至尊倒弃 再加上修罗剑此前吞噬了大量的强者精血 已经积累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若是全面爆发 或许足以暂时冲开第六重封印 冲开第六重封印神环的修罗剑 绝对恐怖无比 正面斩杀大帝 或许都未必做不到 要知道 当冲荒土大劫的时候 王腾便是借助冲开第七重封印神环的修罗剑 斩杀了上苍 那上苍的实力 绝对超越了的当时的这些地道强者 所以 王腾估计 冲开第六重封印神环的修罗剑 多半可以威胁到大地境界的强者 只不过 强行冲开封印神环 无法维持很长时间 当其从吞噬的强者精血中所吸收的力量 被消耗掉后 封印神环便将重新将其束缚 禁锢于身 这只能算是一个底牌 真正想要解放修罗剑更强的力量 依旧的通过参悟修罗剑上的封印神环中蕴含的玄妙 对其进行破解 如此才能将其封印神环彻底解除 释放出修罗剑真正的威能 不过第六重封印神环玄妙无比 其破解难度 比起第五重都直线上升 朱雀分身与真龙分身一起在时间阵法中 专严了不少时间 却依旧无甚头绪 所以此刻 王腾单粹让朱雀分身与真龙分身 暂时放下了对修罗剑第六重封印神环的参悟 而是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参悟这些朱雀时代遗留下来的珍宝中 所蕴含的古法碎片 青年领域开启 那些珍宝之中所蕴含的诸多关于古法的符文碎片 顿时无所顿形 纷纷清晰浮现在王腾的视线之中 王腾的道心修为 已经达到四重天巅峰 智慧通玄 加上朱雀分身与真龙分身辅助参悟 效率绝对恐怖 没有耗费多少时间 王腾与朱雀分身 以及真龙分身 便从那些朱地时代的珍宝之中所蕴含的古法碎片中 参悟出了一些古法奥妙 万物呼吸法 万物皆有灵 力量亦如是 一段晦涩的奥义 在王腾 朱雀分身以及真龙分身的脑海中流转 震撼着三者的心灵 王腾心中震撼 一双眸子陡然之间爆发出璀璨的精芒 犹如亿万颗星辰同药 呼吸都不由得急促了几分 好可怕的法 这就是传说中朱地时代所兴盛的法吗 王腾动容 那一段残缺的奥义 犹如一道惊雷 披如脑海之中 令得他使海都为之动荡 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难以平静 第1447章万物呼吸法 这一段残缺的法 乃是他与两大分身 从面前那些朱地时代的珍宝中所蕴藏的古法碎片中 整合而来 经此一句话 便让王腾心神震荡 感觉到了这门法的恢弘与浩大 大气磅礴 如此恢弘与浩大的法 纵然是神界都比之不上 竟然会出现在这下界 这神荒大陆 究竟有多少秘密 可惜 这些朱地时代的珍宝之中所蕴含的碎片实在太少了 也太凌乱 王腾忍不住惋惜 只是整合出来的一句话 便对他的心神造成了剧烈的冲击 他心脏砰砰直跳 若是这门法真的繁衍到巅峰 恐怕真的可以凌驾于神界道法之上 此刻他对这门诸地时代的神秘古法 兴趣愈发的浓厚 所谓亏一般而知全报 这一小段整合起来的片段 已然令他感觉到了这门法的恐怖 他继续整合其他的符文 万物皆有呼吸 有脉络 生灵如是 力量如是 天下介子亦如是 法力可复灵 天地灵气可有生命 从无数的碎片之中 王腾再度提取出了几句相对完整的话 当这一句句话 涌入脑海 躺入心间 王腾脑海中顿时如有惊雷乍响一般 震得他心神都不由得呆住 一股无法想象的辉弘大气 仿佛要将他淹没 吞噬 同时 拥有到心思从天巅峰心境的他 悟性极高 加上朱雀分身与真龙分身一同感悟 刹那之间 三者脑海中皆有万千灵光闪烁 尽管 他所整合提取出来的这几句奥义 并不完整 只是那强大的呼吸法中的支言片语 但就算只是这支言片语 都仿佛让王腾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万物皆有灵 皆有生命 皆有呼吸 呼吸法 呼吸法 这呼吸二字 指的应该是生命 拥有呼吸 便拥有生命 拥有生命 便拥有灵性 但 力量真的可以拥有呼吸 拥有生命吗 王腾与朱雀分身 以及真龙分身 静下心沉思 感悟 但是却始终不得其门 这些朱地时代遗留的珍宝之中 所蕴含的关于这门呼吸法的信息 实在太少了 看来 想要真正洞悉 掌控这门呼吸法 必须得了解到关于这门法 更深层次的奥义才行 仅凭我从这些珍宝中所整合出来的枝言片语 根本不可能洞悉出这门法真正的核心奥义 要获得更深层次的奥义 或许只能从地陆 或者陨神之地中 朱地时代的那些强者手中获取了 不过 这些珍宝之中所蕴含的符纹碎片 虽然残缺的厉害 但是其中也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或许可以尝试将其融入大道之中 王滕南南 随后他立即着手 绽放大道 将那些符纹碎片 统统炼化 直接融入大道之中 当他的神火大道与不灭神道 融合了这些符纹碎片后 王滕明显察觉到 他的这两条大道的力量 明显凝练与强大了一些 只是残缺的符纹碎片而已 都蕴含这样庞大的力量 这门法果真了不起 王滕深吸口气 接下来 他停止了对这门法的参悟 因为信息太少 无法参悟出更多的东西来 依我现在的底蕴 应该可以尝试 承载第三条大道了 王滕沉吟 他并非混沌系列体制 能够同时承载神火大道与不灭神道 完全是仗着不灭今生的强大 再加上如今不灭神道也已经彻底稳定 以不灭神道与而今第八重境界的不灭今生作为底蕴 让他生出尝试承载第三条大道的念头来 世界树上凝结了不少的大道果实 此前闭关之前 给了道无痕三枚 如今也还有足足78枚已经成熟的大道果实 神雷大道 神水大道 神土大道 神木大道 各种大道道运涌动 盈盈发光 王滕微微沉吟 最终选择了神雷大道 雷道霸道无比 至刚至阳 威势狂暴 配合他的龙之力的霸道属性 可以发挥出更强的威力 此外 让王滕选择神雷大道果实 最重要的一点是 唯以后度节做准备 因为他发现 自己似乎经常招惹来一些可怕的天节 就比如这次的小至尊节 简直是九死一生 就算是自己以前经常借助天雷脆体 都扛不住 而若是自己能掌握雷霆大道 那么自己对于天雷 就会有更大程度的免疫了 当时度小至尊节的时候 也不至于那般辛苦与惨烈 而随着修为境界的提升 只怕还会引发 比起小至尊节还要恐怖的天节 下了决定 王滕便立即开始着手 练化这霉神雷大道果实 顿时之间 王滕就感觉到了一股狂暴的大道之力 冲击着自己的身体 同时 他体内 神火大道 以及不灭神道这两条大道 也都生出反应 像是与神雷大道示威一般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并且有强横的大道之力涌动 与神雷大道争锋 阿 三条大道争锋 将王滕的肉身当作了战场 顿时之间 王滕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撕裂开了 身上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鲜血泵射 显得极其惨烈 并且 他的体内传出潮豆子一般的声响 噼里啪啦 听上去就让人毛骨悚然 咔嚓 他的肉身不断的裂开 但不灭今生第八重的威力爆发 同时加上不灭神道 以及不灭剑体 还有世界树中浓郁的生命精华灌溉而出 使得王滕的肉身 在崩溃与虫肃之间不断的游走 剧烈的痛苦 深深的刺激着王滕的神经 第八重的不灭今生 竟然都无法承载第三条神道吗 王滕咬着牙关 额头上青筋鼓起 冷汗直冒 他的身体不断的崩裂 愈合 不断的循环 巨大的痛苦 不断的刺激着他的心神 但他心智坚韧 始终没有停下来 此刻 他很羡慕混沌系列的体质 若是自己拥有混沌系列的体质 便可以轻松的掌控更多的大道 哪里用得着这样强行逆天行事 忍受如此痛苦 我就不信 以我的底蕴 无法承载第三条神道 他怒吼一声 不断的坚持 忽然他脑海中灵机一动 想到了从朱棣时代那些珍宝中蕴藏的符文碎片中 整合出来的信息 万物皆有灵 皆有生命 有呼吸 那么大道 是否一如是 大道 是否也有灵 有生命 有呼吸 第1448章大道有灵 王滕一边忍受着莫大的痛苦 一边苦苦坚持着 脑海之中不断的回想起此前从朱棣时代遗留的那些珍宝之中提取出来的信息 灵光乍现 若当真万物皆有灵 有生命 那么大道也当如是 王滕脑海中灵光涌动 眸子当中金芒乍现 心中生出这样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 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的盘旋 扎根 挥之不去 若大道有灵 王滕南南 眸光闪烁 心中百念翻涌 如大道有灵 或许我可以以此为点 与之建立联系 甚至将之降伏 他以大道有灵为点 生出无数各其奇怪怪的念头 就如同法宝有气灵一般 只要能得到气灵的认可 亦或者是强行镇压其中气灵 将其降伏 便可将其掌控 大道如果真有灵的话 是否也可以被降伏 棍盾系列体制 能够承载多条大道 是否就是大道对这一系列体制的一种认可 王滕心中想到 他静下心来感受 将肉身不断崩溃与修复的巨大痛苦忽视 全身心的沉浸到了对大道生命的感应之中 他神魂强大 六十敏锐 彻底静下心来 可以聆听万物 时间阵法之中 有一缕缕灵机涌动 掀起一股股疾风 这是他闭关修炼所引发的动静 除此之外 世界静悄悄 王滕这一坐便是五年 这里的五年 是时间阵法之中的五年 外界只过去十八天而已 五年之中 王滕尚未聆听到大道的呼吸之声 却在肉身不断的崩溃与重塑之间 使得不灭金身更进一步 达到了第八重中期 而不灭金身达到第八重中期之后 他的肉身崩溃便不如此前那般激烈了 仿佛只要能再进一步 就有希望勉强承受住这第三条神道 但王滕此刻 已然完全地沉浸在了对大道生命的感应之中 此刻 神雷大道已经被王滕彻底裂化 但是却无法承载 一道道雷霆无序窜动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随后 在王滕的五年沉浸状态的聆听下 王滕陡然听到了一道呼吸之声 那呼吸之声 漠然地乍响在他脑海中 就好似一颗惊雷突然滚落 令王滕浑身一震 大道的呼吸 我听到了 王滕激动 五年之中 他屏蔽了一切声音 完全沉浸在对大道的聆听之中 而今 他终于听到了这样一道沉闷的呼吸 就像是雷鸣 他知道 这就是他想要听到的声音 这是神雷大道的呼吸声 随后 他又听到了火焰的声音 轰了一下 像是一束火焰 突然浇上了沸腾的油 或是瞬间窜起时的声响 那是神火大道的呼吸声 最后 他听到了不灭大道的呼吸 在他的心中响起 这就是万物呼吸法吗 王滕只觉得全身有一道道电流 突然之间流变了全身 令他全身酥麻 浑身的鸡皮疙瘩 多立了起来 心中激动而震撼 万物呼吸法 我好像明白了一些 王滕到心思重天的悟性极其可怕 在聆听到大道的呼吸的瞬间 他心中立即就明白了 万物皆有灵 皆有呼吸 有生命这句话的意义 所谓万物有灵 应该是一种主观上的观念 就像此番 我认为大道应该有灵 有生命 有呼吸 所以我静下心聆听 通过五年的时间 沉淀心境 不断地坚定心中所想 所以最后 我可以聆听到他们的呼吸 因为这是我所想要听到的东西 不过 这算不算是一种深层次的自我催眠 王滕突然神情古怪 既然大道有了呼吸 那大道便应该拥有生命 拥有生命 便应该拥有心跳 王滕喃喃 随后继续聆听 扑通 扑通 一道道沉闷的心跳声响起 果然如此 王滕默然睁开双目 听到了那一声声沉闷的心跳 非常有力 有生命 便有灵 王滕目光闪烁 意念涌动 与那神雷大道进行沟通 在他的感应中 那神雷大道像是变成了一个可爱的精灵 他将一面传出 与神雷大道建立联系 最终 匪夷所思的 那原本无比狂暴 与王滕所承载的不灭神道 以及神火大道争锋逐入的神雷大道 竟然安静了下来 并且 神火大道与不灭神道 也不再与之争锋相对 神雷大道 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 没入王滕身体之中 其肉身 也不再崩裂 迅速愈合 成功了 王滕清楚地感应到了神雷大道的融入 感觉到了自己力量的增长 他眸光开合之间 眸子当中有一道黑色的闪电浮动 翻手之间 一道道黑色的雷霆字指尖飞出 我的神雷大道 赋予我的第一道雷霆 竟然是纪灭天雷 王滕顿时惊喜 纪灭天雷 毫无疑问是非常可怕的一种雷霆 比起寻常的天雷 要强大得多 是了 毕竟是神级雷道 所蕴含的雷霆之力 自然不可能是寻常天雷 此前小至尊节 所降下的纪灭天雷 并不蕴含大道之力 威力尚且强大无比 若是加上我的神雷大道加持 可令纪灭天雷 发挥出更加恐怖的威势 掌控了神雷大道 加上我现在的底蕴 以后我应该就不用再担心天节了吧 王滕东囊道 从当初刚刚寄生到天人境 就开始历经天节 尤其是此前寄生到至圣境界 引发了小至尊节 险些死在那场小至尊节中 现在有了神雷大道 即便是在遇到小至尊节这种天节 也可以无忧了 万物呼吸法 果真是一门了不得的法 不过我现在所领悟的 应该并不全面 只是一缕皮毛而已 不过 仅仅是一缕皮毛 也让我受益无穷了 让我成功地掌控了第三条神道 就是不知道 是否可以借此 令我掌控更多的大道 王滕忽然想到 他的肝脏道宫中 世界树上 还凝结着近百颗大道果实呢 在踏皮关的这段时间 世界树上又有一些大道果实成熟了 数量已经达到了90颗 若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将这些大道果实中蕴含的大道全部掌控 自己的实力又会提升到何等境地 第1449章准地大节 王滕正打算尝试利用这上不完整的万物呼吸法 掌控第四条第五条乃至更多大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时间阵法之中忽然有灵机暴动 两道强大的气息绽放 口 丝丝丝 同时 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同时长鸣 时间阵法中无尽的天地灵精将它们淹没 一缕地微涌动 让王滕心中一惊 随即谋光赤圣 龙儿 赤林 你们都迈入准地境了 王滕目光落到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身上 眼神璀璨 惊喜不已 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 竟然齐齐破入准地境界 这可谓是意外之喜 此番闭关 王滕自身不但突破到了赤圣巅峰 还掌握了第三条大道神雷大道 不灭金身也更进一步达到第八种中期 不但如此 还参悟了一丝万物呼吸法 而此刻 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竟然也相继突破 迈入准地境界 可谓是惊喜连连 哄吼吼 嘶嘶嘶 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纷纷游到王滕身边 环绕着王滕 明亮的大眼睛中也充满了兴奋之色 然而随即 却有一道道大劫的气息蔓延 准地大劫 秘境中有天结的气息涌动 竟然是准地大劫 不能在秘境中渡劫 否则恐怕会令秘境崩塌 王滕今夜随后大秀一卷 将时间阵法之中的诸多没有用完的资源统统收了起来 关闭了时间阵法 带着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一起出关 冲出秘境 恭喜公子出关 嗯 公子突破到了至圣巅峰 王滕刚刚出关 灵霄大帝便立即生出感应 一步迈出 就落到王滕面前 冲着王滕拱手行了衣礼 随后留意到王滕身上并未掩饰的羞为气息 顿时吃了一惊 因为王滕虽然在时间阵法之中已经闭关了三十年左右 但外界不过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老有人说时间不对 提醒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 王滕冲击到至圣巅峰境界 耗时九千多天 贯算成年这个单位 约等于二十五年 约等于 然后参悟万物呼吸法 掌控第三条神道 有闭关五年 加起来 三十年左右 这里说的时间 是阵法里的时间 灵霄大帝还并不知道时间阵法的事情 剑王滕此番闭关 不过才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而已 竟然便从至圣初期 晋升到了至圣巅峰 不由得吃惊不已 这样的突破速度 即便灵霄大帝是大帝境界的强者 已经活了数十万年 阅历丰富 见惯了天才 此刻也忍不住身吸一口凉气 心中震撼不已 随即 他又感应到了梁吕准帝威严 也令他动容 目光一动 便注意到 环绕在王滕身边的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 竟然双双寄生到了准帝境界 灵霄大帝顿时张大了嘴巴 王滕看了一眼灵霄大帝 开口说道 先不说这些 龙儿与赤林突破到准帝境界 引动了准帝大劫 得找个荒僻之地渡劫 否则准帝大劫降临下来 东陵山都要毁于一旦 随着王滕带着先天之龙与赤林龙蛇出现 东陵山上空 顿时之间天翻地覆 云海翻涌 一片片厚重的劫云凝聚 大劫的气息蔓延 变得无比的压抑 准帝大劫 灵霄大帝文言也顿时眼皮一跳 虽然以他现在的修为 自然不惧准帝大劫 但对于刚刚进升到准帝初期的一龙一蛇而言 这准帝大劫却是非常危险的大劫 极东之地最东方的炎日大漠 很适合作为渡劫之地 灵霄大帝连忙开口道 王滕文言没有多言 立即带着赤玲珑蛇与先天之龙 化作一道黑色闪电 朝着炎日大漠冲去 炎日大漠 王滕并不陌生 当初初入冬荒的时候 他们便是落到了炎日大漠之中 炎日大漠辽阔无垠 当中一片荒际 一眼看去黄沙漫天 没有半点生机 王滕将度节点 选在了这里 如今随着实力的提升 他的速度奇快无比 尤其是掌控了第三条神道 神雷大道后 化身雷霆 众人间百万里如信不闲谈 赤玲珑色与先天之龙 绕绕在身 眨眼就消失在了东陵山 这样的速度 便是灵霄大帝都吃惊 等等 刚才公子身上涌现的 好像是雷霆之力 灵霄大帝惊异 眼神中浮起不可置信之色 从王滕身上感受到了雷道规则 而他此前与王滕同境界一战 知道王滕并未掌控雷霆大道 掌控的乃是神火大道与一条不灭神道 所以此刻 灵霄大帝才会如此震惊 公子 难道已经掌控了第三条大道 灵霄大帝深吸口气 他清楚地知道王滕各并非混沌系列体制 但为何能够同时承载与掌控三条大道 即便是他身为大帝 都只是掌控了一条大道而已 深吸口气 灵霄大帝压下了心中的波澜 脉步跟了上去 轰猛龙 劫云铺天盖地 黑压压的一片 当中电蛇奔走 不断地酝酿 随着王滕带着赤灵龙蛇 与先天之龙快速移动 朝着炎日大漠积射而去 那黑压压的劫云 也跟着移动 完全锁定了赤灵龙蛇与先天之龙 厚重压抑的劫难气息蔓延 极东之地无数生灵震撼 惊悚 陈蒙麾下的无数附属势力 各大城池 宗门 全都惊骇不已 极东之地 已经很多年不曾出现过这等级别的天节了 别说准地节 就连至圣节都很少见 尤其是沿途的那些生灵 看到急速移动的厚重节云 感受到那其中散发出来的天威 无不毛骨悚然 不过 王腾现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只是瞬息之间 便消失不见 连带着那厚重的节云 也只是瞬间掠过 只是短短小片刻功夫 一道黑色闪电 陌然落入炎日大漠中心区域 轰某 厚重的节云翻涌 当中电蛇奔走 还在不断地酝酿威势 蓄势待发 第1450张楚皇归心 轰某 此番是玲珑蛇与先天之龙所引发的准地节 并未酝酿太久 在王腾带着这一龙一蛇赶到炎日大漠中心区域后不久 那准地节便直接降临了下来 两者的大节重叠在了一起 九天之上 巨大的节云漩涡浮现 同时冲出了两道赤胜的雷霆 分别镇压像赤玲珑蛇与先天之龙 王腾并未第一时间帮助他们阻挡 而是退到了准地节外 与灵霄大帝一起掠阵 除非他们实在无法承受 否则不会轻易出手 这准地节 对于赤玲珑蛇与先天之龙而言 虽然是一场劫难 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若是能够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扛过 对他们将会有莫大的好处 这场准地节因为酝酿的时间 远不如上次王腾引发的准地节那么漫长 所以威势方面也略有逊色 加上赤玲珑蛇与先天之龙乃是晋升到准地初期才引发的准地节 两者有很大希望可以度过 公子 我先前见你动用了雷霆大道的手段 公子莫非再度掌握了一条大道 大劫边缘 灵霄大帝忍不住心中好奇 向王腾询问道 王腾脸上浮起一丝笑容 道 不错 这次闭关 我不但修为更进一步 同时还成功地掌控了第三条大道 神雷大道 说话之间王腾抬手掌心之中顿时浮现出一团黑色的闪电 那漆黑的闪电显得无比的危险气息极其狂暴 纪念天雷 灵霄大帝顿时深吸口气 忍不住震撼道 公子并非混沌系列体制 竟然能够同时承载三条大道 并且所掌控的雷霆 竟然是诸般雷霆之中 最狂暴雷霆之一的纪念天雷 公子的手段果然了德 王腾淡淡一笑 掐灭了手中的纪念天雷 道 你所掌握的紫霄神雷也不弱 灵霄大帝文言摇了摇头 紫霄神雷的确不弱 也算是最强的雷霆之一 但是比起纪念天雷 还是要略须一筹 公子此番掌控了三条大道 以公子现在的底蕴 就算没有掌握朱蒂时代的古法 或许也可以与朱蒂时代的 同境界天雷有意争高下了 灵霄大帝感叹道 朱蒂时代的古法的确厉害 那个时代的天雷 也因此强大 不过王腾现在 同时掌控三条大道 而且每一条大道都是神级大道 叠加起来 未必不能与那个时代的 天才同境界争锋 王腾文言却是目光移动 开口说道 朱蒂时代的古法吗 他眼中露出一缕金芒 随即微微一笑道 我此番闭关 对朱蒂时代的古法 也有所参悟 并且略有收获 事实上 若非从那古法之中的 支言片语得到灵感 我此番未必可以承载的 起这第三条神道 什么 你能承载第三条大道 竟然与朱蒂时代的古法有关 灵霄大帝文言顿时吃惊 见王腾不置可否 灵霄大帝不由得更加惊异 陈寅伴赏道 不对 根据古籍记载 就算是朱蒂时代的声明 除了那几种特殊体制 也没有人可以掌握多条大道 王腾对此却是淡淡一笑 道 你既然都已经追随于我 那么我告诉你也无妨 对于自己的麾下 王腾也没有藏着掖着的打算 若是他们能够领悟这其中奥妙最好 如此一来 其实力提升 对他的帮助也越大 而且 将来他可是要杀入神界 身边没有几口利剑怎么行 他将自己的感悟 通过神念传给灵霄大帝 收到王腾的传念 灵霄大帝顿时瞳孔一缩 身形震动 没有想到王腾竟然能从这样的支言片语之中 便参悟出一丝万物呼吸法的奥妙 并且将其运用于实际之中 借助万物呼吸法 成功沟通神雷大道 将其收服 掌控 同时 他更没想到的是 王腾竟然如此轻易的就将对这门法的感悟 传授给他 他深知这种感悟何等珍贵 如自己能消化掉王腾传给他的这些感悟 届时他或许也将承载起更多的大道 从而增强自身的抵御与实力 甚至潜力 他目光闪烁 如果说起先答应追随王腾 只是迫于浑血被王腾掌控的无奈之举 心中有所芥蒂 但现在 灵霄大帝心中的芥蒂 却是虚弱了不少 连这种法 都能坦然的传授给他 不在意双方此前的敌对关系 这是何等胸襟 再联想到此前 王腾刚刚收服了道无痕 便传其混沌神体的修炼之法 并且赐下大道果实者等无价之珍宝 灵霄大帝不由得深吸口气 此刻 他终于明白 为何王腾身边 会有那么多妖孽天才 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左右了 叶无常 叶千仲 周松 灵木 金哲 唐月 云逍遥等人 无意不是绝世天才 却都生死相随 助力伴赏 灵霄大帝冲着王腾拱手 认真行了衣礼 公子高义 不计前嫌传下如此感悟 楚皇定不负公子 王腾没想到自己 不过是将对那万物呼吸法的感悟相传 灵霄大帝便如此感动 不由打趣道 怎么 莫非你此前还打算要辜负本公子不成 原本一脸感动的灵霄大帝顿时憋红了脸 王腾健壮笑了笑 摆了摆手道 好了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嗯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香味 好奇特的肉香 还透着极许芬芳 王腾的鼻子忽然嗅了嗅 一股从来不曾闻到过的 带着几分芬芳的肉香钻入口鼻之中 让王腾忍不住多吸了两口 灵霄大帝闻言忍不住汗言 转头看向准地结中心的一龙一蛇 王腾也立即反应了过来 刚才与灵霄大帝闲谈 竟然忘了赤灵龙蛇与先天之龙正在肚结了 那肉香 赫然是从这可怜的一龙一蛇身上飘出 先天之龙与赤灵龙蛇所引发的这场准地结非常强大 纵然是以二者那强悍的肉身 竟然也被劈得皮开肉绽 差点被那强大的雷霆之力烤糊了 肉香一散 让与灵霄大帝交谈的王腾不自觉口齿生惊